可能在照顾民生 弱势民生的部分 应该再多加考量 所以针对台电所提出来的一个方案 有做稍微的微调 电价审议会会后记者会一言再言 迟了快半小时才周开 四月电价涨幅总算拍板定案 平均调升约11% 一度电来到3.4518元 仅有农云 社福 学校等弱势单位 维持动涨 看到这个调虎 即使它是一个累进的局势 不是说你用电达到1000度 全部的用电都是调涨10% 是那超过那1000度 1001度的那一度 是调涨50% 我想节能的话 它事实上是可以免掉 这个比较高的一个用电局 中小这个电部 它直接加上来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一般的这个物价 用电330度以下的 一调涨3% 不要到5%了 所以最后有做这样一个集体的建议 后来主席也才是 这个都接受了 住在330度以下涨3% 1001度以上涨10% 就怕店家大涨千栋物价 民生双重冲击 经过争取 一般小店家从原本1500度 调涨5% 改称多拉一个急剧 变成700度以下只涨3% 降低冲击 不过像饮料店 一个月电费将增加600块 早餐店也会增加200元 涨幅也要让产业界能够接受 蛮痛苦的一个 其实我们代表产业界来 然后产业界承担整个涨价的责任 我们店家涨幅都平均大概15% 甚至有到25% 那再再这个都会影响 大企业未来的竞争性 显然工总对结果不太满意 一般产业用电 一成长或衰退调涨7%到14% 年用电量5亿度以上的特大户 台铁 勾铁 半导体和机体厂 共十几家涨15% 150亿度以上的台积电 涨幅最高高达25% 经济部争取千亿补助 就盼让企业 百姓稍微喘口气 余新闻 杨思敏 李奇 唐信 戴亚伦 台北报道